早安 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先和大家在環球追蹤 跟進隔晚歐美股市方面的最新情況 先看美股 昨天聯儲方面公佈利率是不變 刺激到美股向上 三大指數升幅都解剖1%左右 已經是連升第二個交易日 納資達克指數更加創新高 收報在5295點升53點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升了163點 報18293點 至於標準普爾500指數升23點 報在2163點 至於在美國買賣的港股預托證券 較本港收市比較就普遍上升 回控升了0.4% 中移動升埋近1% 中聯通升超過1% 中人壽升埋近0.5% 三通有方面升勢更加明顯 升幅介乎在1.4%至1.9% 至於歐洲股市 同樣都是向好 倫敦富士100指數升了3點 收報6,834點 法蘭克福特斯指數升42點 報10436點 至於巴黎克指數升20點 報4409點 跟進商品方面的情況 原油價格升超過2% 主要受惠到美國的原油庫存減少 和美元匯價下跌 還有挪威的石油工人罷工所影響 紐約旗油以每桶43.34美元去收市 升了1.29美元 升幅達到2.9% 至於倫敦旗油方面 就收報在46.83美元一桶 升了95美元 升幅超過2% 金價連續第三天上升 紐約期間在聯儲局公佈 是議息結果之前收市 就報在1,331.4美元 升了13.2美元 其後現貨金都升到一個半星期以來的高位 都是受惠到聯儲局意識不變 看美元匯價 受到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所影響 對主要貨幣是全面下跌的 對日元金組更加曾經跌到接近100 日央行方面 直到維持花貨幣政策不變 所以日元是受到支持的 日元繼續走強 而對美元方面就進一步下跌 看今早 曾經是最低見過是100.09 而最新 就美元對日元報是100.13 港元方面 7.7548 澳元 歐元1.1199 英鎊1.304日 瑞士法郎 0.9727 家園1.3072 澳元0.7640 樓元0.7364 最後跟進就是國庫債券情況 10年期債券最新報1.65厘 30年期債券報2.37厘 好了數據先跟進到這裡 外圍的情況再交給你 早安 謝謝MAC 我們這一節的嘉賓 請來市務總監國師志郭Sir 郭Sir你好 早安 剛才MAC都說到 隔晚的美股是集體上升的 美國聯儲局決定維持利率不變 美股尾段顯著做好 導致收市升163點 報18,293點 一舉從上十天線之上 挑戰上方二十天線的阻力 雖然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 不過主席耶倫就表示 如果經濟沒有一個新的主要危機出現 今年加息是一個合適的時機來今 郭Sir認為耶倫的言論 是否意味著12月加息的機會很大 對後市又會有甚麼影響呢 首先來說 現在聯邦基金利率是0.25至0.5厘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好了 就算12月份啟動過加息的程序 再加0.25厘 聯邦基金利率到其實應該是0.5至0.75厘 相對歷史來說 這個仍然是低息的 況且環球的金融市場 資金流動性是很強很強的 我不覺得市場現在對加息會帶來太大的恐懼 只是說當某個地區的股市升得比較多 或者累積的升幅比較大 市場總是找藉口做一個回吐 好像美股近期一樣 我們先看看通脹 預期美國的通脹是1.3%左右 其實這個一點都不高 至於歐洲正在擔心會含入通縮 日本一早已經是通縮 加息的效用在哪裏呢 當經濟比較熱的時候 流動的貨幣的轉動速度比較快 所以聯儲局或央行就會提升利率 利率一加的時候 大家想一想 如果借錢又要給多些利息 我當然是借少些 借少些就還錢給銀行 利率如果向上升 有部份持有現金比較多 都會覺得不如穩穩陣陣 放些錢在銀行收息 算了 不做其他投機或投資 很大程度上 會令到資金流動逐步減少 從而留到銀行的體系 達到資金一旦略為收緊的時間 經濟的部份會比較慢 而且通脹亦會受控 但現在實情的情況根本沒有通脹 效應根本無法發揮出來 反而經濟不明下 央行是持續地量化貨幣 希望訂多些錢出來 製造多些商機 如日本早前印了28萬億人員 目的都是這樣 既然沒有實際的需要 為何一定要啟動加息 實際現在環球的經濟仍然不明 所以我覺得12月份 就算真的要加息也好 其實市場的反應是一般 亦不會像以往利率上升 大家抱著負面的態度是不會的 因為加息就繼續量化 錢仍然很多 就想想 聯邦基金利率如果去到0.5至0.75 剛才我提到 都是處於歷史的低水平 況且資金流動性仍然很強 亦不會令企業的融資成本 明顯增加 所以對市場影響性是微微的 不過這樣 股市如果在事前累積的升幅比較大 總是找藉口來回徒 就像杜瓊斯指數一樣 今年2月11日最低見過15,503點 輾轉上升到8月15日 曾經一度高見18,668點 期間所謂的中期升浪累積升幅有3,165點 高台有少許反覆 有何出奇 但近期的回跌 事實上亦是觸及一條中期的上升軌 幸好這星期無論如何反覆 都沒有跌穿這條上升軌 即是整個中期逐步向上推升的格局 根本上沒有變 來到現在這一刻 由於杜瓊斯指數已經漸漸升了這條上升軌 所以暫時不會有太大的威脅性 但會否爆發新一輪的升浪 我看未必 即使色律的走勢明朗後 還有一隻黑天鵝在後面 到底美國總統是花落誰家 現在大家不知道 有部份人士的看法 如果特朗普上場 可能金融市場或各方面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這我不作評論 我只是說 市場的看法 其實有時是一廂情願的 但我總是覺得 無論哪一位上去做美國總統都好 其實變化都應該不會太大了 只不過對外的外交 有些政策上可能會有少少轉變 但金融市場始終都面對兩個情況 第一 利率仍有一個低的水平 還有一件事 就是流動的資金 都仍是這麼充裕 仍是這麼多 好 多謝郭Sir的分析 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會有開市感浪的